大阪村 山后村都在这一边 领门大阪村 美丽乡村 大阪 乳洞河 这边是乳洞河 是阳江和茂云的交界 前面那些高楼那边就是沙帕湾 是阳江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这些很多海藻 很多人在那边闹这种蟹苗 它是抓高蟹蟹苗 就是这种蟹苗 他们说一天能够抓一百多个 一个一块钱 一百多个的一百多块钱 这边都是养豪基地 到处是豪壳 这边也是一个水杂 大阪文化中心 你看旁边这些楼也是高楼大厦 很漂亮的 这是富裕村 这个五桂楼号称电白解放前的最大豪宅 五桂楼两边都有炮楼了 大户人家才有这种设施 五桂楼占地1600平方米 一共是68件房子 古色古乡的建筑 五桂楼的主人是徐炳忠 他们五兄弟都是比较有名 所以叫五桂楼 这个大阪村有一万多人 这是个大村 现在这些楼房也很漂亮 豪宅 大别墅非常的多 水东还有这个搬车来到大阪这里 豪宅这里面 豪宅 豪宅